其實這個Delta的疫情 早就已經在社區裡面 而且可能已經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搞不好現在還在持續的悶燒當中 甚至有人認為說 這個監督羅君軒醫師也特別講 會不會這個板南線 一路也開始這樣串燒起來 很恐怖 這個未來的狀況怎麼樣 醫生怎麼看 我想從兩方面來講 第一方面的CT值高 是不是表示說 他已經感染了很久了 我覺得不盡染 因為其實你一旦被病毒傳染之後 你的病毒量是 剛開始是在上山爬坡 然後之後到點點之後 會再往下走 到底他這個CT值這麼高 病毒量比較少 是在剛開始起步的階段 還是已經到結束 最最下坡的階段 不知道 除非他同時驗抗體 如果他同時驗抗體 表示他已經有抗體了 那要CT值這麼高 那我會講說 他是感染默起 我覺得他很早就感染了 對 那如果你現在驗抗體 他沒有 那表示他可能是剛開始 在萌芽的階段而已 他還會繼續再往上爬 直到爬到頂點才往下走 所以我們不能只憑一次的CT值 就講說他已經感染很久了 我記得有一個機師 他第一次的CT值是三十幾 對 第二次的CT值十八 對啊 為什麼 你不可以講說 所以我就說你不可以憑一次的CT值 就講說他已經感染很久了 我想這個是不客觀的事情 病毒量是這樣慢慢爬 爬到高點再往下走的 那大家也不要那麼恐慌 我覺得大家碰到Delta 真的是很恐慌 也真的是恐怖 也是沒有錯 可是你想想看機師這個案件 加上這個幼兒園的案件 我看目前也沒有一個重症跟死亡的 你說他傳染了好幾波 為什麼沒有重症跟死亡 那如果這樣Delta 怎麼會那麼恐怖 可是國外不是Delta很多重症 對 所以就是說怎麼講呢 差別到底在哪裡 我可以解釋這個原因 大概是譬如說 我們雖然很多人是打一劑疫苗 理論上打一劑 你的抗理器不是很高 保護力不是很夠 可是你如果加上 我們都戴口罩勤洗手 那麼即使病乳療有侵犯到你體內 他的量可能不太多 如果不太多的話 我們有時候免疫力還是夠 可以把它抗衡住 就是說你得了是得了 但是很輕症 或是沒有症狀 都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不要那麼恐怖 以為說我們大家都說什麼都只打第一劑的覆蓋率 只有十幾percent 然後兩劑的覆蓋率的人 只有四percent 那你就說恐慌了 其實也不要這樣 我覺得口罩跟洗手 這邊還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這個等於是你打了第二劑 打第三劑的效果 一樣的道理 就像李秉穎醫師說 其實口罩是另一種疫苗 我們口罩的目的就是阻擋 病毒大量進到我們體內 口罩也許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阻擋病毒 可是我們可以把大部分的病毒隔絕在口罩外面 真的漏網至於進到我們體內 如果是少量的病毒 那麼我們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到底 但是這個幼兒園 到底已經持續都有 我們不知道 除非驗抗體 目前沒有公佈抗體 如果這些人都把它驗抗體 那很多人都已經有抗體 那我也講說已經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個禮拜 一個月已經傳染 幾個禮拜一個月 也都沒有人重症跟死亡 我覺得臺灣好像還不錯 是不是我們體質特別好 還是我們口罩戴的特別好 也可能都有關係 那板南線有沒有關係 其實我跟你講 臺灣這些人 真的是口罩都戴得 戴滿戴好 很少人說不戴口罩的 對 你板南線好了 你說既然假設這個 這些感染者曾經做過板南線 但是在板南線裡面 如果大家真的都口罩戴得很好 不要隨便去觸摸嘴巴 眼睛鼻子的話 或許也不見得那麼多人就會受到這個感染 真的要回到那個時候 下車的時候大家隨身要帶酒精 下車就要噴一噴 這個電腦病毒不是說 我看到一個確診 我就被他傳染 不是這麼恐怖的事情 當然結音系統裡面是一個密閉式的空間 比較不利於就是有些人會避免感染 但是至少在大家戴好口罩 那保持社交距離 盡量用酒精噴手的狀況之下 其實真的會被感染的 可能不見得那麼多 不過我請教醫師一下 因為包括今天這個臺大醫院麻醉的 這個護理師 他是打了兩劑莫德納 那另外長榮的這個染疫的機師 是打了兩劑的AZ 看起來這個不管任何疫苗 都會有突破性感染 這樣的一個這個情況 可是他們都已經打兩劑了 可是今天這個黃立民醫師就講 說如果你現在只打一劑 你等於白打了 這個有沒有這麼嚴重 我也不太覺得說 打一劑就一定是白打 我就說打一劑 你的抗理可能不是很高 如果大量病毒進來 你可能真的抵擋不住 可是如果只是少量病毒進來 我們還是足夠把它抵擋住 還是可能的事 何況你也知道嘛 為什麼同樣病毒進來很多人沒有問題 就是說我們本身還有一定的免疫力 這個病毒不是好像你感染了以後 就一些非死即傷 沒有那麼嚴重 只要你好好打了打了一劑 然後再加上戴口罩 這口罩 我就說口罩等於是第二層保護 是一個第二劑疫苗 第三劑疫苗一樣的效果 那我想自然至少你感染也不會太嚴重了 我就說我們防止的就是不要讓大量病毒侵犯到我們體內 我們不是這樣防止你不被感染 我們防止的是你不要住院重症死亡 其實基本上來講人活在這個事件上 你隨時都在感染病毒 但是你感染病毒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不要大病 我們從出生以來到死亡 要感染多少次 一般感冒流行性感冒 什麼腸病毒水痘麻疹一大堆 所以我們就是要感染 感染又你才真正有免疫力 當然我們不要去感染又發生重症跟死亡 有疫苗當然盡量打 疫苗就是有一定 你打疫苗就是有一定的保護力在 這樣可以有不變 以不變應萬變的一個好處 小朋友真的是讓人家很傷腦筋 因為爸媽去陪 昨天理病醫師說 那幾乎真的是確定會確診 要算兩個了 可是小朋友是不是聽說 他也會出現一些這個症狀 在舌頭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 不是只有舌頭 還有人說看腳趾頭 也可以看得出來 小孩子都要感染 其實大人也會 不是只有小孩子 因為這個病毒感染 其實不是只有局部呼吸道 其實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病毒侵犯到你體內 他是多重器官的侵犯 所以他也會隨著血流 跑到很多地方去 其中一個就類似 跑到你的口腔聯盟 你看地圖舌 其實不只是地圖舌 像草莓舌 這個地圖舌 還有一種草莓舌 你看我們小孩子得了 會得到一個叫什麼 川奇病 這個得到新冠肺炎 有時候會產生 類似川奇病的效果 什麼叫川奇病 川奇病就是那個原因 目前還不明 可能是病毒感 可能不是 他你得到這個病之後 你的很多的血管會發炎 其中一個很重要 是心臟的血管會發炎 冠狀動脈發炎 對 冠狀動脈發炎 有時候會產生血栓 那會把你的血管塞住 血管會發炎會膨大 所以這一部分就有一點 類似新冠肺炎 也有類似的這種現象 其實不只是口腔聯盟 不只是舌頭這些問題 他有時候會侵犯到我們的腎臟 肝臟腦部 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單純的把新冠肺炎 當作說只有呼吸道感染 這麼單純 他也算是一種全身性的感染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生 這麼嚴重的問題 這只是一定小少的比例而已 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發生這樣 很多人可能有局限呼吸道 但是很多人就是會到處都有 其中一個就像類似這樣 不只是這樣 有時候你手上也會類似 是有得到腸病的那些症狀 或者是類似像凍傷一樣的 那個皮膚的症狀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這個新冠肺炎感染 就只有肺部肺炎的問題 還有很多器官 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 有時候要想想再問一下 說不定他也是得到新冠肺炎 也有可能的事情 但不管怎麼樣 反正有出現呼吸道症狀 最好趕快去看醫生 對